欢迎回到华尔街周报的节目现场 本周美股可以说表现相当强劲 在预期美联储将降息的乐观期待之下 三大股指均创新高 在此情况之下投资人该如何操作 究竟美联储有没有可能降息 而目前又有哪些投资标的可以关注 下周有哪些关盘重点呢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再度访问了 惠胜金融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陈凯峰 请他来解读以及点评一下市场 以下是专访的内容 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再度邀请到了 惠胜金融公司的首席的经济学家陈凯峰 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进入下半年了 整个经济的前景是如何 尤其是究竟美联储会不会降息 我们来请Kevin来跟我们讨论一下 Kevin你好 你好你好 是欢迎您再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那么在这一周当中呢 这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他两天的一个听证会 也特别提到了经济前景 似乎也暗示了这个降息的几率蛮大 你怎么看待这个美联储接下来的货币政策 已经整个下半年的经济发展了 好的 确实很明显 现在美联储的整个的货币政策 在进行大规模的转向 那一直从到去年年底都是在加息 一共加了九次利率 从零一直联邦基金利率加到了2.5 那这个加息的幅度呢是非常的大 也是让美国的利率呢 在全球各主要发达国家中呢 处于最高水平 那这么高的利率 对于经济的影响 还是负面影响还是存在的 那现在这个美国经济整体 在不断地放缓 那根据各方面的数据显示呢 确实联储需要开始进入这个降息的周期 7月份降息的概率 应该是接近于100%吧 降息 然后的话呢 7月份以后呢 可能还会有继续的降息 主要的原因是 现在虽然是这个美国的那个经济的增长 还是不错 但是呢 增速呢 下滑得很厉害 就是去年 美国GDP增长是3到3.1 那今年上半年 现在的GDP增长情况呢 是1.5 只有去年的一半 那这个 虽然是正增长 但是呢 它这个随着这个增速下滑的话 对于这个美国的就业的 各方面的负面影响 已经开始要显现出来了 另外一点呢 明年是美国大选 那任何总统都不希望在他发生 在大选之前 发生经济这个衰退的情况 所以联储呢 也要进行所谓的保险性的降息 是 可是降息另外一个层面来看 就是也代表了美国经济增长的放缓 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总体经济来看的话 您对于美国经济下半年的 从各个经济数据来看的话 您觉得这个经济成长的一个步伐 会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发展 是这样 美国的经济呢 GDP就是整体来看 最大的一块驱动力是消费 消费呢 是占美国经济的70%左右 然后第二一块呢 是投资 大概20%左右 第三一块呢 是政府的支出 10%左右 然后呢 贸易呢 是很小的一块 就正负 大概是3%左右 那这样的话呢 最大的一块消费 其实现在的整体呢 还是不错 但是呢 投资这块的降幅呢 非常的大 其实呢 就是美国的企业主 整体呢 对于经济的前景呢 非常的 可以说是非常的悲观 一部分原因呢 也是中美这个贸易战的结果 企业主不敢投资 那这样的话 在投资这块巨幅的下降的时候 最终呢 也会传导到消费上去 那所以下半年呢 整体现在看 投资肯定是不好 那 在消费正常情况进行呢 经济不会进入衰退 或者负增长 会正的增长 但是呢 增速呢 肯定是要减慢很多 那所以呢 联储这个也是 必须得做的事情 如果这样的话 对于这个房地产 尤其这个房地产 系统基金市场 其实是一个 相当好的利多的消息 也是一个好的发展 那我知道您在这方面 也非常的有研究 能不能跟我们 观众朋友 这个分享一下 房地产的这个 价格取决着购买力 那购买力呢 是比如说30年的房贷的 购买房贷的利率 实际上是挂钩于美国的 十年期的利率 那十年期的利率和联邦基金利率呢 是非常高度的现行关系 那联邦基金利率在上升一个点的时候 实际上相当于就是投资人 或者买房人 他的可以承担的每个月的房贷的偿还 金额呢是下降10% 那反过来说 现在降息 那降息一个点的话呢 同时也会导致于居民 或者是投资人买房的承受能力呢 上升10% 那现在如果降息25个基点呢 可以说直接非常简化的来分析呢 就是购房人的购房能力上升了2.5% 因为你的负的利息成本降低了 那实际上这个呢 对于房地产整个行业呢 是一个利好 像我们公司呢 其实我们做的是美国的医疗的房地产 就是修一些医院 手术中心等等 这一块其实对利率的敏感性不大 但是呢利率降低呢 整体还是一个好事情 那实际上对于整个美国的房地产行业来说 它的主要的资金呢 都是通过这个REIT 就是房地产信托进去的 那这个房地产信托整个行业 我相信是会被这个降息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是一个牛市因素吧 包括是比如说是纽约的就是办公室大楼 包括最近几年在美国特别火的是数据中心 就是比如说谷歌 Facebook Amazon等等 它全美在建云据算的中心 还有另外一个呢做物流 比如说大家经常喜欢在现在在线上 就是电视商务买东西 那这样的话呢 他们需要修建大量的仓库 就是用来运货等等 那仓户这些很多的建设都是来自于REIT 那这一轮稍有降息的话 对这些整个行业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那如此说来 现在是不是一个好的timing 如果说我们有一些观众朋友 现在有兴趣的话 其实因为还没降 正在预期降 现在是不是进入这一些板块 或这些投资标的一个很好的时机 这些板块很多都已经开始上涨了 就已经把这个预期开始定价 包括进去了 但实际上整体还是一个好机会 对于绝大多数的投资人来说 还是要控制风险 那房地产包括 其实整体华人比较喜欢 房地产也是有道理 因为它有存在一个正向的现金流 不管是公司的办公楼 物流 医院等等这些 它都有一个正的现金流 其实这个对于中长期投资 还是很好的事情 相对来说 比如说股市这个风险 在那个就是在那个房地产信托里面 就会小很多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现在来讲 算是已经反映出来是比较高点了 但是中长期来讲 我们投资朋友还是可以留意 说不定就是逢低可以逐渐的可以进场 是的 确实是的 那总结来讲 我觉得其实最近这个股市 我们刚刚讲起来 不管是利率的问题 不管中美贸易的问题 其实都是对股市来讲 是一个利多利好的消息 但是事实上股市现在也涨得真的也是颇高 而且不只是医疗房地产的类估 是的 是的 你看我们这些各大股指都已经是涨到高点了 那在此情况下 我们最后一点时间 给我们投资朋友什么样的建议 在这样的情况下 应该要如何操盘比较合适呢 我觉得最核心的还是要分散风险 就是传统的华尔街说法 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有些股票肯定很好 也可以有些债券 有一些年金 然后在那个比如说房地产上面 也可以比如说看 就是说从住宅到物流 到数据中心 医疗等等各方面的 都要有些投资 而且呢 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要关注现金流 就任何一个投资要有现金流的 值得中场期来投资 而不是去做一些短期的一些投机吧 确实是就像您说的 现在的美国股市本身的风险 确实是比较的大 要注意控制风险 所以就现在虽然是保持乐观 但是控制风险很重要 或许就是把它分摊在 不同的投资标的 或许是陈凯峰先生给大家的建议 今天很高兴凯文 再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您 好 谢谢 凯峰认为美联储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之下 本月降息的可能性是趋近百分之百 目前美股在高档 投资人最重要要注意的就是要分散风险 他建议六成股市 四成的债市 那么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股市的投资板块 可以留意房地产的相关族群 或者是现金流比较充裕的标的 好的 以上就是本周华尔街周报的节目内容 提供投资朋友您 做个投资上的建议与参考 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